一画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惠律法师曾说 幸福是不能求得的 只有高高兴兴地过日子 以招来福气 灾祸是无法避免的 只有以不害人的心来远离灾祸 不要以为 金银财宝就是福气 真正的福气是真实的生活 是好的心态 即便是很穷的人 只要懂得调整心态 善待人生 也可以是大富大贵的 作为女人身体健康是福 心中无事是福 家庭和睦是福 有三五闺蜜是福 邻居友善是福 关爱长辈是福 心灵干净是福 如果拥有这些福气 管好自己的嘴 很重要 别一张嘴 就伤人害己 就把福气往外推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妇人 请奴仆去买 去买世上最好的东西 奴仆买了舌头 请奴仆买 世上最坏的东西 奴仆还是买了舌头 妇人大怒 认为被戏弄了 奴仆说 最好的和最坏的 都是一张嘴编出来的 你说好就好 说不好就不好 原来 女人有没有福气 一开口就拥有了 一 会说话的女人 会说话 懂说话知道的女人 借用嘴巴这个武器 不仅可以为自己博得机遇 还能不露痕迹地展现自身魅力 有些女人 一开口就赢了 说的便是如此 会说话 不是说要话多 也不是说你每次能说赢别人 而是指你能在适当时机 通过言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还不会挑起别人的不是 疗伤暴露情伤 以及智商 会说话 情伤高的女性形象立住了 那么无论是职场 还是情场 都能最大程度 展现你的个人魅力 身边人从你的说出的话里 体验到了舒适 且令人信服的女性力量 你的风水也会越发顺畅 各种社交局面 都能轻易打开 要知道 你的朋友 就是最好的人脉 就是以后的福气 说不定在日后 能够在你有需要的时候 帮你一把 你越是得到更多的人青睐 自然就是积攒自己的福气 一个会好好说话的女人 不仅让别人感觉到美好快乐 同时自身也会得到回报 别人越认可你 你收获的东西就更多 一个女人 除了有一个好的外在 有一个会说话的嘴 言行举止大方 也是很重要的 这直接就影响一个人 对你的影响 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 很多时候 你说话的样子 就已经决定了 你在别人眼中的样子 好好说话的人 其实就是在积攒自己的福气 人这一生 一百年的人情世故 都藏在话中 聪明的女人 就会懂得好好说话 走得哪都让人相处舒服 所以说 女人会说话 别人也会喜欢 自然伏技运气就更好了 真正掌握了说话之道 善于用嘴的女人 不仅有脑子 懂得审视夺视 还兼具表达能力 共情能力 观察能力 所以才能用一张嘴 就能让大家都喜欢 二 嘴巴会吃的女人 能吃食福 善吃失智 掌力章可以体验人间百味的嘴 如果不品尝美食 活着的乐趣都要大打折扣 但嘴巴又身体健康的低关卡 无所顾忌的吃 影响的又是自己的身体 所以 女人要像有福气 风水好 会吃 能把自己吃得健健康康很关键 你发现没 那些会吃 懂吃 能吃的女人 总能在自然而然间 就传递出了一种 美而健康的生活状态 状态越好 人生越趁心如意 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们在吃上不将就 也因为她们在吃上懂得分寸 深谙生活之导 知道世间百味 尽是人生 嘴巴是欲望的载体 吃 是人生态度的体现 管得住嘴 才能管得住人生 大多数人 都希望能够遇到一个人会懂吃的女人 这样走到哪都可以享受到美食和幸福的滋味 人大部分幸福都是来源于吃上 一个会吃 懂吃的女人 带给别人的事 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会吃的女人 不是说饭量大 很能吃 而是在吃上讲原则 懂得克制分寸 好吃的食物不多吃 健康的食物按时吃 美食当前 满足口腹之欲 但也牢记病从口路 当女人懂得了这种饮食哲理时 既能体验到美食的乐趣 还能保持体态的健康 心理状态以及身体状态都能达到最佳值 人生道路上的风水 也会因为这种状态的加持 往更好的方向前进 有时候 可能一份简单的食物 就能够给别人带来美好 从而积攒自己的福气 福气这个东西 说白了 有你自身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你越是积极有力量 那么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会更加积极 自然收获的也会是美好 所以说 懂吃的女人 始终会保持着对生活的一份热爱 这样的女人自然福气不会差 三 嘴巴爱笑的女人 生活并没有亏欠任何人 我们没有必要到苦水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笑一笑就轻松了 职场上 爱笑的女人 更容易得到客户的青睐 业绩也会更好一些 遇到了困难 笑一笑就会有人愿意帮她 家庭里 女人爱笑 就会给身边的人带来阳光 孩子会被母亲的笑容感染 丈夫会被笑声吸引 尴尬的时候 女人嘴角的笑容 就是化干戈为欲薄 让一切不愉快 烟消云散 身处逆境的时候 对自己笑一笑 说一句鼓励的话 人生就会迅速迎来拐点 生活就像一面镜子 你笑她就笑 你哭她就哭 所以 千万别嚎啕大哭 气不成声 作为女人 你真的不必愁眉苦脸 当你习惯了开口就笑 苦涩的日子也会变甜 人们常说 爱笑的女人 运气不会太差 一脸苦相的女人 生活越坎坷 这其中隐藏的生存哲理 也并非断章取义 嘴角向上爱笑 面无表情 嘴角下弯 这种惯性的肌肉记忆 都是在打造女人社交形象的过程 对人生的影响 不会立竿见影 但会在她的某些人生的关键节点 发挥推波助澜的作用 嘴 是脸部最富有表情变化的器官之一 高兴失笑 生气是民嘴 嘴巴的变化 牵动着整个表情的变化 像有些人能做到不怒自威 皮笑若不笑 就是巧用嘴 巧用脸部肌肉 来传递自己的情绪 能成为情绪主人的女人 往往都能掌控自己的人生 而情绪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表情 人在有情绪时 面部表情会不由自主跟着变化 内心愤怒 脸上还要不动声色 就是逆人性的过程 也就是说 越能把控面部表情的女人 内在能量越巨大 爱笑的女人身上有一股力量 这样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觉得有什么 笑一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微笑带给一个人的力量是巨大的 能够让一个人走出黑暗 走出悲伤 走出抑郁的时光 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阻挡你的 从来不是困境 更多的是你自己的心态 一个人的心态很重要 生活就像一面镜子 你怎么对待它 它就会怎么回应你 一个嘴巴爱笑的女人 会自身充满力量 会越来越有福气 在这个世界上 人活着更多的是开一种心态 你若可爱 生活哪里都是可爱 你若心怀恨意 走到哪里都会觉得 这个社会充满仇恨 说白了 我们不能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但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态 所以 余生好好说话 好好吃饭 面带微笑 你的人生就会越来越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